好,我们下面接着来看第二段 看这个小猫到底是丢没丢 在这个猫失踪以后的三天 这个老太太收到了一封匿名信 这个事儿好玩了 这个three days after表示在什么什么之后的三天 这个结构是咱们回忆起来第十课 这个出发以后四天 这个类似的表达 咱们回顾一下五十页的第九行 这个句子咱们多次见过 出发动身用的是动词装译set out 这个after带着当届词来用 那么四天把它放到前面去 就four days after setting out 跟本文中这个three days after rest disappearance 如出一辙完全一样 只不过本文中那个after后面加了一个名词 而第十课后面是个动名词结构一样 之前之后多久 把这段时间的名词端语放到前面就好了 所以这个失踪之后三天 这结构可以跟这个搭配同时记住 我们就都会说了 然后呢怎么样 Mr. Ramsey received an anonymous letter 老太太收到了一封匿名信 匿名信咱们见过了 anonymous letter 这收到了信呢 这个表达咱们类似可以看一看 本文中用的是receive something from somebody 表示从某人那儿收到了信啊 电话啊 短信啊等等等等都可以用它 就receive something from somebody 但receive这个词呢 口语中咱们不太喜欢说 receive两个音就好拉长音咱不爱说 口语中不用用 书面中却更喜欢 口语中一般 don't get If got mail 你有信件可以这么说 就get something from somebody 从某人那儿收到了什么信件呢 什么收到了一个礼物啊等等 I got a telephone call from my mother this morning 在今天上我收到了 母亲打了一个电话也能用 就是收到信接到电话等等 收到礼物可以用它 书面语咱们用receive 口语中可以用get 但不要搞混 有某人的音信 我们有个搭配叫hear from hear from somebody 这个hear后面是不能加东西的 不能说hear something from somebody 这是不行的啊 hear from是连在一块用 hear后面不能加密语 什么呢 收到某人的音信 就有某人的消息 我三个月都没有母亲的音讯了 也不打电话 也不过写信 我叫I haven't heard from my mother for about three months 对吧 I haven't heard from my mother 这个hear后面是不能加密语的 from后面加人就好了 这是有某人的音信 这个同时记住 跟他类似可以同时记住 好 然后呢 这信上怎么说的 后面说了 the writer stated that Rusted was in safe hands and would be returned immediately if Mr. Ramsey paid the ransom 1,000 pounds 这个作者声称啊 说这个猫啊 现在很安全 并且呢 只要你给 一千英镑的赎金 立刻就把猫还给你 就勒索钱财了 赶上绑票的了 我们先看看这个句子的语法 成分分析 这个句子主干结构 其实就三个字 The writer stated that 就是writer stated 就是信的writer 这信的作者了 写信的人 声称说 因为这信是匿名 信不知道是谁 只好用writer 这根state 可以叫声称 或声明 明确的说 都行 后面加 并语从句 从that开始 一直到句末 都是并语从句 都是信上说的内容 说什么呢 说是rusted这个猫啊 was in safe hands 就是现在很安全 就是被安全的人 所照料 被照顾的很安全 放心 and 这是在并语从句中 第二个并列的并语从句 它的主语都是rusted 所以呢 第二个句子里面 这个主语rusted 就不用再说了 也相当于and rusted would be returned 对吧 rusted用同一个主语就行了 并且将会被 立刻被交还 有条件 后面这个 画横线的协题的 if从句 那明显是牵套在 这个第二个 并语从句里的 条件状语从句 如果你支付 1000英目的赎金 我就把猫 立刻就 就还给你 词汇中讲了 ransom就赎金 而且是可数的 下面叫 一笔赎金 这是这句话 大致的 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我们看看一些细节 首先呢 这个 rusted was in safe hands 这个表达 大家可能觉得陌生 什么叫做安全的手中呢 这个be in safe hands 是个固定搭配 就是现在很安全 被很可靠的人所控制 现在的安然无恙 这个意思 这个搭配叫be in safe hands 叫被照顾的很安全 你放心没事 现在很多人在照顾他 他现在很安全 be in safe hands 我们看例子 don't worry about the children they are in safe hands 别担心这些孩子们 他们现在被照顾得很安全 这个safe 就是表示 这个照料的他们 这个人呢 本身是一个 很 很 很可靠的人 不会出任何危险 叫be in safe hands 其实咱们记住这个hands 在这儿是表示什么呢 被某些人所掌控 在他的控制中 而且一般都会in 或有的时候什么into 跟这个介词搭配 就处在某种特征的人的控制之下 被他们所掌控 是这个意思 在本文中就是猫咪怎么样呢 或者这些孩子怎么样呢 被那些很安全的人 所掌控 所照料 所照顾 所控制 就这么一个意思 而且我们取一反三的呢 很多搭配 怎么都会去翻译了 你看我们形容词可以变 You can be sure your children are in good hands 我说您啊 不用担心 为什么呢 您可以放心 您的孩子们呢 现在被照顾的很好 叫in good hands 就被很好的人所照顾 被他们所控制之中 孩子们处在很好的人的 这个好手里面照顾 就这么一个意思 被照顾的很好 可以这么说 就是这个人呢 本身是好人 放心 孩子现在安生无恙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很不错 跟第一个搭配类似 你看下面这句子 该怎么翻译 I'm afraid that nuclear weapons could fall into the wrong hands 这又出现固定搭配了 这个hands也是表示 人掌控控制照顾照料 这个意思 你看又加into了 反正都是在手中 这个意思 类似 fall into掉进去了 I'm afraid 我担心怎么样呢 Nuclear weapons 这当然核武器了 核武器怎么样 可能推测 could会怎么样 可能会落入 歹人之手 这个错误的人的掌控之中 就是核武器 可能会落入 歹人之手 这个当固定搭配 都会背起来 就fall into the wrong hands 你看 safe hands good hands wrong hands 这经常语使用词 修持这个hand表示 被某种人所控制 所照顾 所照料 在他们的把握控制中 就这个意思 其实在本文中 这个猫 咱们也可以管的 叫安然无恙 这个猫现在安然无恙 既安全又健康 这个安然无恙 咱们换成这个习语也行 你看咱们英语中 多用一些习语 因为习语就跟中文的成语一样 老外说中文 能够写中文文章 能连用几个成语 咱们立刻觉得老外 哎呀这老外 中文水平不一般 咱们中国人也一样 多用习语的话容易 咱们拿高分 安然无恙 这搭配叫safe and sound 既安全又健康 这个save叫安全的 都知道 这个sound当使用词 叫硬硬朗朗 健健康康的 既安全又健康 这个短语成为习语是有理由的 为什么呢 它本身是押韵的 你看safe and sound 都是开头 这本身就手韵 两个单词开头翻一样 我们再读一下 safe and sound 安然无恙 你看这个句子 the hostage now is safe and sound hostage 这个圣词中咱们见过叫人质 人质目前安然无恙 你放心 没什么事 安然无恙 本文中呢 用在这个场合也特别贴切 也可以用 搭配是类似的 好 他说呢 这个小猫咪现在被照顾的很好 很安全 并且呢 would be returned immediately 将会被立刻呢 就会还给你 但有个条件 是什么条件 if Mr. Ramsey paid ransom 1000 pound 如果老太太支付 1000英镑的赎金的话 这个ransom 叫赎金 怎么说了 这个是可数名词 1000英镑的一笔赎金 稀注意 可不能写反了 有人说是 1000 pounds of ransom 1000英镑的赎金 那是中文语句 先说这个赎金 多少钱呢 放到off后面 这个表达不要错 那么1000英镑的赎金这么说 如果用1000英镑一笔奖金 怎么说呢 1000英镑的奖金 咱们看看在第二时刻会出现 马上就会讲第二时刻了 90页的课文第一行 90页 咱们看课文第一行里出现这么句话 In 1908 Lord Northcliffe offered a prize of 1,000 pounds to the first man who would fly across the English Channel 1908年 诺斯克里夫勋爵 提供了一笔 1000英镑的奖金 给第一个 能够飞越英吉利海峡的人 你看奖金用price 1000英镑的奖金 还是跟本文格式一样 a prize of 在家签署就好了 这是1000英镑的一笔奖金 举一反三的 咱们都会说了吧 比如说我说1000英镑的一笔筹金 筹金还记得吗 咱们在第15课 这个五十辨识的麻烦最后讲 讲过老板娘筹谢 给了他一大盒巧克力糖 那个动词当名词 就是reward是筹金吧 所以a reward of 1,000 pounds 1000英镑的一笔筹金 reward这个词 动词就是筹劳筹谢的意思 大家还记得 再比如说1000英镑的一笔基金 a fund of 1,000 pounds 也行 大家发现money这个词 钱是不可数的 但是具体的某一种钱 都是可数的 你看筹金呢 基金呢 再比如说1000英镑一笔债务 a debt of 1,000 pounds 也行 注意这个b不发音 不要读debt 连失去爆破的动作都没有 b不发音在里面 debt a debt of 表示什么什么 多少钱的一笔债 1000英镑的一笔投资 an investment of 1,000 pounds 一笔投资 1000英镑的一笔奖学金 a scholarship of 1,000 pounds 等等都行 表示多少多少钱的 某一种钱 注意都是什么 a加名字 off再加钱 说就好了 这举一反三的 相信大家 所有的这都会说了 好 这个后面呢 说这筹金 这个赎金怎么支付呢 后面说了 信上交代的很清楚 Mr. Ramsey was instructed to place the money in a cupboard box and to leave it outside her door 这个写信人呢 就命令这个老太太呢 把这个钱放在一个纸板箱里边 然后把这箱子呢 放到门口 就甭管了 你就走就行了 这个Mr. Ramsey was instructed 这个来自于我们第五课 讲过的一个搭配 大家还记得吗 instruc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咱们讲过 叫命令或者指示 某人去做某事 这个语气是比较强硬的 一般多用在什么公告公务啊 没有个人感情的客观的场合 而这一般多用上下局之间 当时我们第五课说 那个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editor 编辑 命令记者去做某事 就用了他 咱们回顾一下 在第30页的第二行到第三行 30页的第二到第三行 那么在这呢 也是被动 Last year journalists had been instructed by a well-known magazine to write an article on the president's palace in the new african republic 去年一个记者 被一个著名的杂志社 所命令干嘛呢 写一篇有关于一个新战胜的 非中国国总统府的 这么一个文章 be instructed to do something 也是这么一个 只不过在第五课中用的是被动 为什么被动呢 因为在第五课中 记者是主人公 是主角 这个杂志社是配角 用被动 可以把主人公放在巨手 突出重点 那本文中为什么也是用被动呢 用被动一方面也是突出重点 就是这个本文的老太太是主人公 绑匪是配角 因为绑匪没有出场啊 根本没有出场 所以用被动呢 突出重点 另外用被动呢 语言还简洁 为什么呢 本文中动作发出者是谁都知道了 肯定就是那个writer嘛 写信的那个人嘛 都知道是谁了 再说一遍就废话了 用被动的时候呢 就把那个writer藏起来了 所以本文中用被动是有深意的 重点突出 而且语言简洁 咱们选音语 这个地方可以切切 本文中也是强制 不给不行 不给就上帽 这个老太太被命的怎么样呢 place放置了 place the money 把钱放在哪 in a cardboard box cardboard是硬纸板的意思 cardboard就硬纸板箱了 咱们什么装空调啊 装洗衣机 那大纸箱子 就是cardboard box and to leave it 并且把这个leave 咱们13个讲过 东西放在那 人离开 当时说把面包放在厨房桌子上 leave the bread on the kitchen table 还记得吗 这个把这箱子放在门口呢 你走着就行了 放哪 放在门 自然有人来拿 这老太太一开始犹豫 哎呀 1000英镑 这可是 可是不少钱呢 你看他后面说 at first she decided to go to the police but fearing that she would never see Rustus again the letter has made it quite clear she changed her mind 一开始 老太太太决定报警 但是担心呢 他可能再也看不到 他的宝贝猫了 信上把这点说得非常清楚 于是乎 老太太改变主意了 改变主意了 咱们看看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句话比较长 这个整个句子 是由but连接的两个并列句 我们知道but跟and一样 都是并列连词 只不过他表示转折 逗号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首先他决定去报警 这是个简单句 没什么说的 but之后引出第二个并列句 但是并列句的前面呢 fearing一直到clear这一大堆 这一大驼子 都是一个圆韵状语 在这非为动词 都圆韵状语 是谁害怕呢 我们说非为动词的主语 应该与主句主语统一 那么在这里面 but后面句子主干 就在后面 she changed her mind 这个主语是she 所以害怕的这个动作发动 一定也是他了 老太太了 就是因为害怕 圆韵状语嘛 因为害怕什么呢 这个黄颜色的画横线的部分 明显是牵套在 这个圆韵状语内部的一个并列从具 that从具做fear的并列 担心他可能再也看不到 Russ这只猫了 然后两个破绍号中间是插入语结构 补充说明一下 这是什么呢 信把这个事说得非常清楚 因为它是插入语结构 所以这个letter 这个主语是不算数的 可不要判断成这个fearing 它的主语是letter 信不可能害怕 因为它是插入语结构 在语法中是不算数的 所以害怕的一定是主句主语 就是she嘛 后面这个主语she 是他害怕 两个横线之间的斜体字的 白颜色的画横线的部分 这是插入语结构 于是乎老太太改变主意了 你看为什么fear用了飞味语 而老太太改变主意了呢 是担心看不到猫的重要 还是它改变主意重要呢 改变主意重要 为什么不改变主意的话 后面情绪都没有了 但是尽管担心这个看不到猫了 但最后还是报警了 那这后面就不一样了 关键是他改变主意了 随便改变主意留给这个 句子主干里边 把害怕当作原因状狱 这个重点突出 主次分明 也是好句子 好句子 好 我们先看这个句子里边的一些 句法词法的细节 首先这个 他决定去报警 she decided to go to the police go to the police可以指报警 当然是没问题的 但是go to the police呢 一般多强调 叫去警察局报警 go到那地方去了呗 到整家局 警察局先生 并不是警察局先生 警察先生 有人偷我们家猫了 您可以看看吧 这么一个看看吧 这是警察局报 有的时候也可以叫 这个这个 给打电话的方式报警 咱们回顾一下第十六课 七十四页第十一行 七十四页第十一行 第十六课 玛丽有一头小羔羊 he told him he had better return it or he would call the police 他跟他说 你最好把羊还给我 否则的话 我就报警 你不还羊 我就报警 不还羊 并不是死了以后又活了 那还羊 不还我的羊 我就报警 这个报警 call the police 给警察局打电话 如果不强调方式呢 咱们也可以inform the police 通知警察 我不管是我自己走着去 还是打电话 管他什么呢 通知警方 这也是报警 都行 只不过前两个呢 略被侧重一点方式罢了 都是报警 这个这个都可以 一开始老太子决定报警 但是but 我们刚才说了 后面引出一个原因状语来 他用的是非为动词fearing 当然是可以的 因为非为动词逻辑主语 就是后面的主题主语she 是可以的 用的完全正确 而且主动 用现代分词用的也对 但是我们担心 除了用动词fearing 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结构 我们说afraid 也是担心 它是一个表语形容词 前面的加必动词 be afraid of something 我们知道后面要跟介词of搭配 或者后面加重句 be afraid that 这个也行 我们说be afraid that 后面的that重句 就会看作afraid的 形容词的补足成分了 其实类似be afraid of the fact that 担心 这两个结构都是固定搭配 那我问大家 如果把这个带到本文中 当原因状语来用该怎么用 那么跟本文一样 主动的 而且都是他担心 she 逐语统一 后面主题主义也是she 可以用非位语没错 然后变成非位语之后 主动的把中心动词变成 b动词 把中心动词变成分词 b变成b应 我们这个b也是变成b应 b应可以怎么样 大家可能能回忆起来 李老师多次说过 无论是非位语动词 还是独立主额里边 只要出现b应这个分词 就可以怎么样 就可以把它干掉 把它杀死 当然也一定可以不干掉 也行 咱们看第一个 but b应去掉了 but afraid of 这不好写了 为什么off是个名词 off是个戒词 后面需要跟名词 但是你这个再也看不到 这只猫了 后面这个see 是个动词 那怎么办呢 那动词放在 戒词后面 只好用动名词的形式来 是不是应该这么说 but afraid of never seeing rust again 但是因为担心 再也看不到这只猫了 but afraid of never seeing rust again 就好了吧 意思一样 如果afraid that 后面加重句 那就简单了 把本文中的带进去就好了 but afraid that she would never see rust again 跟本文中就类似了 后面加拿大引导的从句 做形容词的补足语 咱们说过 跟形容词放在一块 构成一个形容词端语 这两个结构都可以 依然是非为动词 当原因状语 注意 有一些语法术 把这种现象解释成 形容词做状语 这个我们认为有些问题 为什么呢 形容词一般做定语 补语 表语 一般来说不当状语 凡是看似形容词做状语 李老师说过 都是省略的 避应的非为语动词 因为一般来说 可以做状语的 是这么几个语法成分 副词 介词短语 状语从句 非为动词 和独立主格 都可以做状语 那么 非为语和独立主格中 避应可以去掉 所以在这儿 就剩下了一个形容词了 还是非为语做状语 在这儿 是原音状语 好 我们除了用非为动词 这个结构之外 我们也可能洗语 因为担心什么 还有一个洗语 这也是固定搭配 我们写作中也可以用 第一个叫for fear of 第二个for fear that 都可以翻译成 因为担心 某个情况会发生 在这里面 这个fear当然是名词了 当然是名词了 因为有对什么什么的担心 fear是名词 固定搭配 不加冠词直接背起来 for fear of 或for fear that 就好了 咱们先看两个例句 I didn't turn on the light for fear of waking the baby 我可能晚上到家太晚了 家里人都睡了 我到家之后没有开灯 为什么呢 因为担心 可能把孩子给吵醒了 对吧 这个for fear 这of后面 还是加冻名词 是对的 如果加从句 更简单了 I didn't turn on the light for fear that it would wake the baby 它可能会把小孩给吵醒了 用了过去将来时 这个也行 那带到本文中 该怎么用呢 带到本文中 也是做状语 for是借词 后面是名词 是借词短语 当原因状语 我们说肺卫动词 做状语 借词短语 也能做状语 那of和那的搭配的变化 跟刚才不一样吗 是不是可以说 but for fear of never seeing rust again 可以吧 如果加从句呢 but for fear that she would never see rust again 都可以 这些表达都对 都可以 都好 这个咱们写作中 表达就丰富了 不会拘泥于一种两种 而史文章现在单调了 做一道术后题 做一道术后题 请看八十九页的第七题 快些 八十九页 看术后题第七题 but什么 never seeing rust again she changed her mind 应该选哪一个 A选项 afraid 后面加了seeing 那得加afraid of 少了一个切词of 这个不对 因为后面是seeing 这个afraid of B对了 afraid of never seeing 这个对了 for fear是可以的 但for fear 后面加seeing动名词 得用for fear of 还是少了一个off D选项afraid for 不对 afraid应该加切词of 搭配 所以正确答案是 B选项 这个出的不错 出的不错 对的不错